接著看看體育消息 打氣杯的分組賽 港肖球隊南華回到主場出擊 結果組段已經要踢少一個之下 南華最終要大敗給印度的莫鏗巴根 主場大敗 南華要怪 怪自己防守上連番出錯 對手輕易找到缺口 踢了15分鐘 南華就失手 要留意莫鏗巴根的球員 是機動式衝向前 相反南華的球員 只會看著球 而不是人釘人 最終是齊齊看著樂迪股斯 輕鬆頂入 更甚的是 應該緊釘的時候不去做 反而犯規的時候這麼積極 車輪抽四分鐘內 連拿兩張王牌被捉 令南華陷入更加惡劣的地步 只可惜踢少一個之下 球員仍然過分自信 遲遲不解圍換來再次受辱 快點 連南華教練米露賽前已經說明 入球的海地國腳羅德是危險人物 南華仍然能夠這樣犯錯 兩個莫鏗巴根球員 足以瓦解南華整條中場 以致防守線 南華被對手援動於鼓掌間 一、二、一… 好… 羅德不貪攻 傳給位置更好的格蘭射入 原本場莫鏗巴根已經有三球優勢 莫鏗巴根不斷去攻 南華的後防中地不斷受壓 終於是原場前第四度失守 這次輪到羅佩古拿入球 唯有寄望南華能夠在大敗零比四下 上到寶貴一放 敵人承票